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 最近我从一个中国官媒的文章当中读到了中共特别不自信的一点 或者说这体现出中共现在可以说外强中干的这种内心当中的空虚 中国的环球时报最近特别发了一篇社评 就是美国干不完中国 求共赢在海外天空 那么这篇社评呢 它是引述了最近的就是说两个基本的事实 一个就是美国总统拜登出席了七国集团峰会 还有目的黑亚安全会议 在这个整个的观察当中 我看到拜登确实他说一个主要的口号就是美国回来了 America is back 然后美国认为应该继续面对中国的挑战 美国和盟友进一步的这种走进呢 体现出其实历史上传统共享的价值观 在对抗中国的这种独裁统治方面呢 也在继续的发挥作用 而不是说美国呢 民主党上台了之后 好像中共就可以继续的苟延残喘下去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中共的不自信就在于呢 那么即使呢美国的新政府上台 好像看上去呢要回归国际社会 但中共啊好像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的走向 感到非常茫然 或者说甚至有些绝望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此前拜登上台之前 很多人会觉得新政府会给中共一个机会 让中美呢重新走到关系非常蜜月的这个事情 完全的啊与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 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但是现在来看呢 好像情况并非如此 而且有个问题是 中共啊把这个美国啊 现在的话没有实现完全扭转 特朗普政府这个时期对华政策的这个责任 归咎到了美国共和党的参议员 汤姆科顿的身上 环球时报啊说汤姆科顿呢 呃说这个叫嚣着要干翻啊 中共的这个邪恶帝国啊 然后呢 然后这个中共啊引述 就是说把汤姆科顿的一些言论 成为着这个他自己的一种罪责 因为汤姆科顿曾经说要把中共产党人 带到历史的这个垃圾堆当中 带到历史的灰烬当中 而且汤姆科顿还说美中之间斗争呢 是一场决定世界命运的漫长的黎明之段 大家都知道啊 其实汤姆科顿在特朗普时执政的时期 曾经是特朗普中世的一个粉丝 呃但是中共呢给他污蔑啊 污蔑说这名共和党参议员呢 对九千多万的这个啊 中共的这个大党呢 使用的这种话语啊 是一种法西斯式的种族主义 我想说的是啊 中共啊对于美国的议员啊 使用如此恶毒的语言进行这种攻击 而且呢是带着一种党派的这种成分 对于每个共和党啊 美国的共和党来讲 那么中共使用的言辞就更加的激烈 这不就恰恰也是一种种族主义吗 或者说恰恰法西斯的这种种族主义 使用最大的使用者啊 就是中共自己 所以说这种啊 这个中共这样的一种极端主义政客的话 其实我觉得啊 根本就是没有这个 继续的这种正义性在这里 继续的对于民主世界进行一种叫嚣的 或者说他的这种 歇斯底的表现体现出中共啊 而这种所谓的这种自信 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啊 根本就是无极之谈 根本就是天风夜谈 环球时报呢在这里还说啊 美国呢奈何不了中国 因为呢 那么和中国的决裂 那么就意味着呢 那么实际的情况将会让美国变得更糟 然后环球时报这里还引述了很多的例子 他说中国的老百姓用了多少法国意大利的时尚产品呢 你们要是想要放弃中国市场的话 你们看一看我们中国大街上跑着多少的德国跑车呢 中共用这些的这个所谓的这些事实呢 想要来说明和中国的这种决裂和脱钩将会给西方世界 特别是美国带来灾难性后果 我想说的是有两点需要 对于中国的这种啊这个中国环球时报的这个评论呢 做出反驳的第一个点就是 首先那么中国的这个就是环球时报引述的这些事实啊 只能是加引号的 中国的老百姓还没有富有到 能够在大街上满地都是德国跑车 然后老百姓用的德国法国意大利的 还有这样的时尚产品香水等等 中国老百姓恐怕还没有富有到那个程度 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基本上把钱都投到了房地产 基本上都要把钱存起来 为了将来他一生当中唯一能够购买的 唯一的一套房子来做斗争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你如何能够期待老百姓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消费市场呢 所以说中共企图把中国的老百姓抓中国市场 当成一个能够让他绑架的这种筹码来威胁美国 特别是能够用来反驳科顿参议员的这些说法的时候 只能够说明中共实在是太无知了 连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常识都没有的这样一个国家政权 恐怕也难以治理好这个国家 单不说他从政治上无法给中国带来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就从经济上来讲就单单从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就可以看出中共连一点基本的经济学 统计学的这种知识和策略都难以实现 第二点就是那么和中国的这种彻底决裂 本身就是美国不光是特朗普政府时期 好几家政府时期其实都一直把这个选项放到总统的办公桌上 这个选项一直都在总统的办公桌上 所以说中共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种判断 想要有那个能力 想要从总统的办公桌上把这个选项给移除掉 这完全就是痴心妄想 只要这个选项一直在总统办公桌上 这就一直是悬在中南海头上的一只达莫克里斯之间 这也是中共最为担心的一点 中共现在口口声声说 我们也不怕美国和中国翻脸 因为我们有时候也完全可以自己自足搞双循环 但其实现在习近平刚刚提出来双循环的时候 他的国内的经济就受到了阵痛 而且这种阵痛让习近平感到越来越不安的是 这样的一个经济的arrow型的这种走向 长期的这种经济衰退才刚刚开始 这是让中共感到一个最大的噩梦 所以说我们感觉到啊 就是说中共引述的这些事实也好 对于美国政策的这些误判也好 对于美国的这个柯顿参议员的这个攻击也好 只能够说明他实在是太不自信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